挖掘新聞內幕 挖苦新聞人物 挖苦新聞人物 我是鄭鴻怡 我是余美人 歡迎收看今天的新聞 挖挖挖 陳大哥你今天眼睛好明亮 哈哈哈哈 怎麼現在才發現 好啦 當我瞎了 他比瞎 我眼睛本來就明亮 是是是 好那跟你講個笑話 哈哈哈哈 可以講嗎 可以啊 剛才有人在後台整大家 他沒事去貼了雙排的假睫毛出來 然後大家嚇得要死 他說他今天要帶假睫毛上節目 結果 其實50年了幹嘛要壓抑呢 這個經過很 很大很大的增長 增長嗎 對 今天本來要宣布 要出櫃子 走出衣櫃 講個笑話好了好不好 好 河南聽過沒有 河南當然聽過啊 河南有個鄭州聽過沒有 鄭州大城市 很大的城市 有個女子呢 深夜在鄭州的街道上面呢 來來去去 走路徘徊 一個巡警就看到他就問了 幹什麼的 這女子就說 做記者工作的 OK 那喔 巡警就肅然起 記者這大部分很大 媒體工作者 請問是哪家報社的 他說 人民日報 晚報 晚報 哪一家晚報 河南晚報 OK 河南 鄭州在河南嘛 不錯不錯 我喜歡 其實這工作一般都是 晚上才趕稿 對啊 我相信嘛 晚上趕稿的確是挺辛苦的 OK 謝謝大哥理解 那麼有空來稿 然後呢 這個巡警就說 一定一定一定 OK 你說過晚報 晚報是不是晚上趕稿 不是啦 晚上是 早上趕稿 中午寫稿 可是他是河南晚報也沒錯啊 原來他心中的寫法是 河南晚報 哈哈哈哈哈哈哈 那個報 所以是哪家報社的 晚報 晚報 然後要來搞 什麼工作 記者工作 此記非彼記 哪個記女的記 他是記者的記者 好好好 OK 所以以後這個 從事性工作者都可以講 明明是搞晚報的 OK 好不好 這樣子就是成了 新的一個行話 我以前在中視晚報 明明是搞晚報的 哎呦 歡迎來到 哈哈哈哈 一定一定 哈哈哈哈 著名的冰店老闆夫妻請便 鬧到無法開店做生意 婆家說哪個男人不偷吃 女方則說男方不給善養費 夫妻一起打拼 離了之後兩段才會清 好 吳妮介紹今天的四位來賓 首先第一位呢 是戴智陽先生 OK 第二位呢 是我們的知名作家 廖惠英廖老師 還有我們的律師賴律師 還有呢 我們的盛美小姐 好 歡迎四位來賓來到我們現場 你一個男人敢來參加這一集 我是來當劍拔的呀 哎呀 啊 啊 找到人是怎樣 有錢就會做便當便塞啊 對啊 有沒有去吃過這家的冰 有 有 你要問有沒有沒去吃過 有 真的喔 有 沒吃過 真的 對啊 真是背離時代的潮流 手可以放下來了嗎 可以可以可以 怎麼打到你 背離時代的潮流 不過說實在話 因為其實賓館真的會出名 他也是因為媒體一直不斷的在推廣 我覺得是名字 因為當時很多人講說 我昨天跟我女朋友去賓館 我們啊 對 賓館是這個賓館 對他的名字取得很有噱頭 對不對 對啊 那這次呢 是這個 已經突然關門了 那中間呢 就扯了很多的這個問題出來 我想先問一下 這個賴律師 現在傳出來是說 這個 已經離婚的這個太太 就把張戒梅小姐給他假扣押 是啊 那是查封 假扣押的意思就是說 在案子還沒有確定的時候 先查封凍結一些資產 那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保全的方式 因為他們在 據報導所提到 他們是有一個離婚協議書 那離婚協議書上面是 好像男方應該給女方3500萬元 那麼這一部分呢顯然是沒有履行的 沒有履行 然後他的這個太太呢 就發現他可能有脫產的嫌疑 那因此就去查封假扣押他的資產 可是假扣押我自己也要出錢 也要出錢 對 而且要相當的金 他要三分之一 對 如果是剩餘財產的話是十分之一 也就是說3500萬元的三分之一或者是十分之一 他也要付一千多萬 是不少錢 所以他是為了拿這3500萬去給他假扣押就對了 是 但是我想問大家一下 這個賓館會引發這麼大的關注呢 是因為他是帶動整個商圈 永康商圈 當年呢 因為在那邊最有名的其實是頂太豐的包子 可是呢都要排隊排很久 排很久呢就有日本觀光客呢 就繞到那邊去附近看一看 然後就意外發現了這個冰 然後在日本呢 我在日本住過的時候 他們的芒果很貴 而且那時候台灣芒果還沒有進去 都是菲律賓芒果 講實在你在台灣吃過的水果 你去外國吃你都拿好 對 太好吃了 可是日本人沒有都是吃那種 或者是冷凍的啦 或者做成那種罐頭的啦那樣子 所以他們沒有吃過新鮮的芒果 真的就是因為那個新鮮的芒果冰爆紅 所以是從日本觀光客開始爆紅的 有多紅 月入說 最高紀錄說 應該不是說月入啦 因為日入就50萬 日入50萬到100萬 進賺嗎 進賺啦 沒有啦收入 一月額 一月額最高到200萬 一天 對還有到200萬 一天200萬 一個月到200萬 一個月大概到50萬 我曾經聽過 因為我那時候聽過管區的研診講說 那時候包括你買還買不到 對 因為他一天大概就50萬到60萬左右 因為說一天不超過半幾萬 一萬多少 有這麼多 100 100 150 對 所以是貴的耶 一天喔 所以你剛剛講 一天營業額100多萬是真的啦 200萬有喔 200萬 所以一個月超過5000萬 爆紅媒體爆老是真的喔 5000萬 營業額5000萬 廖老師我們台語有在說 做什麼最好 第一心 第一心 第二不變 第二不變 對啊 人家說做一櫃可以吃四櫃 不過老實說廖老師 我們家以前賣過冰 就是我爸爸媽媽種完田 那個田種不動了 上來這個北部 就這個賣冰 賣冰的利潤很好 賣冰的利潤超過一半 就是說你如果賣100塊 賺超過50塊 但是唯一怕的是沒有人上門而已 只要有人上門就是穩賺 所以我不知道說 他如果是營業額5000萬 老實說 因為他這個成本稍微太多 特別是 如果是沒有痊癒的時候 他就會比較麻煩 我跟你說 你又比較貴 你小小 他如果營業額5000萬 他最沒利潤2000萬 喔 最少賺2000萬 他租租比較貴 不過也不可以 租租完 十幾萬 十幾萬一個月 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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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我1500萬 所以你說成本多貴 沒有 我跟你講 你知道嗎 廖老師 那時候我們賣冰的時候 你不是要那個冰 把冰桿裡面拿起來嗎 放在面上嗎 放在面上嗎 然後把他移下來 那個地方會加掉的 對 然後就叫 歪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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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是喔 不過在海邊的時候 有時候不就好 發現他連外 都總是真的 這個比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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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怕說不成利 還要搖去 我還要去 我老闆去拿機器 那邊去 還要滑天一直搖 自己關心加油 一直吃 所以我怕是 自己 每個冰桿都吃吃就對了 不然不然 不過他因為人潮洶湧 所以他的客人真的很多 可是這中間就是說 其實今天有好幾個點可以討論 夫妻共同創業 然後感情生變 這個事業怎麼猜 再加上說 感情一旦生變又上了報紙 雙方家人出來講話 真的 這人這樣就不該了 還有一個就是夫妻可以共犯 那為什麼不能一起共享 那男人通常都不能共歡樂 又講男人了 男人通常是不能這樣子 沒有錯 我跟你講 以統計數字來看是很對 又是男人的問題 這是科學的問題 又是男人的問題 又是男人的錯 本來就是男人的問題 好 那我們先休息 請往下 問題多 男人問題多 好 男人說其實是在哪裡 是男人的錯誤